嗨!欢迎回来,我是绿子 去年的时候我们有推出过一支 关于第13代Intel Core桌机的组装教学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是来跟大家更新2024的电脑组装 主要会专注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一年又过去了 在2024年高阶零组件的购置 我自己还会再多注意哪些新东西 第二个问题 这期节目感谢Intel邀请和协助出借了 Intel Core i9处理器14900K i7处理器14700K 以及i5处理器14600K 三颗新的14代处理器 对比去年的处理器 到底在实际的创作相关应用上差异有多大 最后一个问题 最近PCIe 5.0的SSD即将大量出现中 究竟12000MBps的高速SSD 和PCIe 4.0 7000MBps的SSD 在影音输出时的差异有多少 以及32GB、48GB以及96GB 对于大型剪辑专案这输出上的差异有多少 好啦光是以上这几个问题 本期节目的资讯量就已经被塞得满满了 究竟2024的电脑零组件该怎么选 一起来看看吧 好,依照惯例,我们还是先来看菜单 不过因为第14代基本上就是沿用Z790 所以我就只讲重点 主板部分,我们这次选择的是技嘉的高阶板 Z790 Aural Semester 作为技嘉的高阶板 整张板子的细节同样很足 供电散热也都很够 但因为本机不是零组件评测 我就不展开戏聊了 我们就只看重点 这张Z790 Aural Semester 的背面也拥有金属背板 在拆装上的时候也会比较安心 第二个重点 应该有看到主板中间有一栋海景大厦吧 PCIe 5.0 如果你没有加上任何散热 纯裸条的话 在满速传输之下 不用几分钟 很快就会重播80度以上 所以如果要上Gen5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留意散热 像技嘉这张就直接盖了SSD的大楼码 绝对是不能什么都不做的 最后 技嘉这张板子 Bi 16 仙卡插槽 也都有结构强化的设计 CPU 部分 我们今天就是Intel Core第14代的i5、i7、i9都会测 然后再拿出第13代的i9来对比一下 担热器部分 这次使用的是技嘉新出的Waterforce 2代360 X 风扇之间采用的是可以快速拆装的卡扣设计 所以不用再一颗一颗的独立接线 卡上就风扇通电串联了 最后只要把一条风扇排线插到主板上即可 新卡部分我们这次准备了一张4090 不过40系列的卡其实就是主要板卡厂商挑顺眼的买就OK了 高杰卡的Power记得要买好一点基本上就OK 记忆体部分 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三组DDR5的记忆体 包括了16x2总共32GB 5200的一组 24x2总共48GB 6000的一组 以及48x2总共96GB 6400的一组 频率我们先前就已经测过 对于输出来说的差异非常非常小 反而输出软体的误差还比较大 所以这期节目改测 32、48以及96GB的差异到底有多大 你可能会想问 诶?怎么不选32x2总共64GB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接下来应该不用多久 24x2的产品就会开始慢慢普及 那48x2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觉得以后创作端大家的主流选择 过渡到24x2以及48x2应该会蛮快的 原因就是过往创作者如果要追求大容量的记忆体 基本上唯一的选择就是32x4组成128 可是谁用谁知道 基本上4条的稳定性真的都不太好 影响相太多了 像是我们自己就买过32x4 都已经是一组4条的记忆体了 然后有买过的朋友都知道 4条一组的价格都很硬 大多都还要另外订 重点是真的不便宜 当时我们买4条的价格 至少比分开来 2条2条买贵了1.5倍以上 但是为了相容性还是买了 最后还搭配了顶板 结果呢? 所以后来48x2的记忆体一出来 我们就马上换了48x2 自从那一天开始 真的可以说是好人一生平安 剪片剪到一半卡死的问题就真的很少出现了 所以基本上就验证了4条想要稳定运作的话就已经需要特挑 那如果还想要开启XMP 那真的就是运气问题了 所以创作者需求的朋友 我自己的经验要大容量的话 比起16x4 现在真心建议可以考虑24x2 或是48x2的产品 促成部分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 技嘉的PCIe 5.0 12000 SSD 以及三星990 Pro SSD 主要带大家来看4.0和5.0在创作需求上的差异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就把SSD拆出来 Gen4和Gen5都同用主板上的散热器 供电部分 今天要测的是Intel Core 第14代i9-4090这种怪兽组合 所以借来的是技嘉1300W PCIe Gen5 然后是ATX 3.0的Power 好啦 看到这个菜单 绝对又是一台奢华主机5W 那实际效果如何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吧 接着我们就直接来测一下 今年剪辑用途 哪一颗CPU更值得选择 简单带一下重点规格 今年的Intel Core i5处理器 14600K 核心数量基本上与13代相同 总共6个P Core 8个E Core 基础时脉也都相同 主要的差异是加速时脉来得更高 其中P Core基础时脉3.5GHz 加速可以到5.3GHz 上一代也是5.1GHz 而i7处理器 14700K 则是核心数量提升最多的CPU 从去年13700K 已经蛮豪华的8P加8E设计 再次往上加了4个E Core 所以总共就是8个P Core 加12个E Core 总共28指行绪 并且加速时脉也提升到了5.5GHz 去年是5.3GHz 最大时脉5.6GHz 去年是5.4GHz 而i9处理器 14900K 核心数量也是沿用 拥有8个P Core 加16个E Core Turbo 时脉从5.4GHz 拉到了5.6GHz 最高时脉也从5.8GHz 拉到了6GHz 并且这台Intel Core i7 的L2 快取 也往上拉了一点 其他两颗就维持相同 我们这边就直接来测 这几颗CPU在剪辑上的表现 首先我们看到模拟现实环境的测出软体 Quasmark 分数总共有生产力 创造力 以及反应三个项目 最后得出一个总分 从结果上可以看到 i5 相当起上一代 提升大约落在6.1% i7 提升2.7% i9 提升2.4% 可以看到今年的确偏向常规升级 不过因为Quasmark 主要是模拟现实使用场景 所以其实无法很好的看出 实际上处理器的峰值效能 所以我们还是进到现实场景的测试 接着就是实测剪辑的部分 先测Pokebench的Premiere Pro 测试 也就是测Premiere Pro 的输出和整体体验表现 经过我们实测 今年的三款处理器在Standard测试中 分别拿下了920 1052 以及1064 i7 相较i5 大约提升了14.3% i9 和i7的表现就差不多了 大约是1.1% 不过Pokebench 的测试 比较偏向一般剪辑需求会用到的效果 并不包括loading 比较重的动画素材 所以i9 的峰值效能 在这个测试当中是看不到的 不过换句话说 对于一般剪辑需求来说 这代i7 就已经非常够用了 而如果看到是DaVinci Resolve 在达文系当中 对于CPU 的绝对效能差异就比较敏感了 这个差异就拉开的比较明显 i7 大约高于i5 7.7% i9 则比i7 再强7.3% 所以如果你的主力剪辑软体是达文系的话 那供顶i9 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不过看数字大家可能没感觉 我们直接跑输出测试最准 首先是第一副载 Remere Pro 10 分钟 4K 原片 加简单调色的输出测试 这个测试的设计就是一般没有太多特效的 YouTube 4K 影片所设计的 一般创作者可以参考这组测试 在实战表现中 i5 的输出时间为 2 分 54 秒 i7 达到 2 分 22 秒 i9 则是 2 分 10 秒 也就是说 i7 相当即i5 在实际输出上 可以损下 18.4% 的时间 i9 又比i7 损下了 8.5% 算算大专案两个小时输出时间的话 i7 大概可以损下 23 分钟 i9 更是可以损下整整半个小时 整体来说 以剪辑需求来看 14 代的整体表现 其实是合乎我在测试前预设的表现 这一代的 i5 处理器 14600K 其实对于一般的 4K 剪辑需求来说 就已经非常非常够用了 而这一代我认为比较均衡的选择 反而会是 i7 在 Premiere 的输出表现上 大约比上一代的 i7 提升了 7% 会是这一代提升最多的一颗 CPU 并且相当即i5 也更强了 15% 左右 在实战中 更是比 i5 省下了 18.4% 的输出时间 这个时间差异还是很爽的 大专案输出起来 早半个小时睡觉真的很香啊 但如果你预算有限 或是根本就已经有 13 代的朋友 基本上沿用是完全OK的 对于选购建理 我就专注在新入手的朋友 我个人会建理无论如何 最大多推荐至少可以直上 i7 处理器 14700K 原因是... 进可攻退可守 接下来 4K 60 的影音一定会逐渐成为主流 加上今年各家剪辑软体 在 ai 相关应用上也都开始萌芽 虽然 i5 够用 但 i7 有 8 个 p-core 在输出效率上的提升是完全有感的 对于未来性来说也更有余裕一些 并且今年的 i7 处理器 14700K 的加速时迈 就已经比去年的 i9 13900K 更高了 以输出场景来说 e-core 的影响有限 所以在同样 8 个 p-core 的配置下 时迈更高 从结果上也很明确 今年第 14 代 i7 的输出速度 已经略为的反超第 13 代 i9 在我们的实战速度测试中 第 14 代 i7 结果是 2 分 22 秒 13 代 i9 则是 2 分 24 秒 略为反超 并且这个表现也被今年第 14 代 i5 存下了 18% 的输出时间 整体还是蛮香的 好 看完了 CPU 的基础效能 接下来就来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 PCIe 4.0 SSD 和PCIe 5.0 SSD 在输出速度上到底有多少差异 第二 16x2 24x2 48x2 也就是 32 48 96GB 的记忆体大小 对于输出结果上差异有多少 那就先来测第一组 我们这边选择的 PCIe Gen 4 选手 就是很长 设计在大家菜单上的 990 Pro 读写最高分别是每秒 7,450 以及 6,900MB 也是继 980 Pro 之后的高阶重儿 而 PCIe Gen 5 的选手 就是技嘉性的追调 Aros Gen 5 12 SSD 读写最高分别是每秒 11,700 以及 9,500MB 那我们就进行输出测试 首先来看 Gen 4 的成绩 结果是 833 分 Gen 5 则是 851 分 理论上有着 2.1% 的提升 在实战上的差异比较明显 Gen 4 的成绩是 2 分 35 秒 Gen 5 则是 2 分 26 秒 大约省下了 5.9% 的输出时间 6% 的感觉就像是 i7 和 i9 带达文系的输出时间差异 所以如果你有预算的话 Gen 5 的确是一个可以投资的项目 看完了 SSE 的差异 那也来看一下容量大小的差异 首先我们来测 loading 比较低的 10 分钟 4K 输出测试 在记忆体上 我们直接来实测三种组合 最终的输出时间几乎完全相同 这非常合理 因为 10 分钟的输出 真的摸不到 32 GB 的上限 反而是在剪辑过程当中的差异会比较大 所以 4K 专案 我还是建议大家至少有 48 到 64 GB 会比较充足 32 大概就是勉强够用的程度了 在 PR Extended 的测试当中 结果也大致相同 96 GB 大致会多出 1.5% 的优势 不过如果你的专案真的很大 上次我们前一阵子有一支 46 分钟 纪录片等级的评测影片 那这个差异就很明显了 32 GB 的输出时间是 54 分 11 秒 而 48 GB 就已经开始有差异了 只要 51 分 46 秒 创算起来省了 4.5% 的输出时间 重点看到 96 GB 在这么大的专案下 差异非常明显 96 GB 只要 43 分 36 秒就能完成 强调起 32 GB 省下了 20% 的输出时间 也就是说这个提升已经跟 i5 升级到 i9 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要完整发挥 i7 甚至 i9 的全部效能 那大容量的记忆体 绝对是划算的投资项目 好 以上就是关于剪辑需求创作者在选购零组件上 最主要会想问的问题实测啦 而如果你看完了这集节目 也买好的零件 准备动手组装的话 我们也有制作一集非常详细的电脑组装教学 以及注意事项 现在就去看吧 好啦 来帮大家总结 对于创作者来说 目前Intel 在各种创作软体当中的加速支援还是比较广的 对于创作者来说 选择Intel CPU 在创作软体上还是有加成优势 所以每年新 CPU 一出 我觉得大家真正的问题大概就是只有两个 1. 到底要不要升级 2. 那要买哪一颗 总结来说 如果你是第10-12 代的朋友 尤其是11 代以前的朋友 请闭着眼睛 直上 i7 第14 代即可 有重loading 的朋友直上 i9 但要注意散热 而如果已经是 i5 第13 代 13600K 以上的朋友 我个人认为可以沿用一代 完全没问题 新入手的朋友 我的推荐跟12 代之前相同 至少上 i7 有预算再上 i9 尤其大多数的创作软体 都有 GPU 加速的功能 GPU 的影响比例其实不低 而在记忆体的选择上 创作需求、频率和容量 对于小专案来说 其实影响比例都不高 至少有 32GB 即可 不过如果你是 4K 专案 大专案为主 记忆体永远不嫌多 建议可以朝向 48GB 64GB 或是 96GB 选择 然后创作我个人 就不建议 4 条插满了 相容性能问题 还是有点运气成分 如果真的要插 4 条 XMP 超频 请就不要挑战开启了 最后 Gen 4 和 Gen 5 的确有 5% 左右的速度提升 我的建议是 有预算 而且都是大专案为主的话 主硬碟的确可以升级 Gen 5 在实战当中的确是有差的 不过一定 一定要注意散热 当然如果是够用为前提 现在价格已经下探的 Gen 4 才是更香的选择 好啦 以上就是本集的所有重点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 装机建立 选购阵营 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尼 并且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A 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 Line Ad 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